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咖啡沖煮攻略 今天要跟大家介紹的是 腮粉劑的使用以及 分粉沖煮法 那在沖煮之前我們要先了解一下 腮粉器它是在幹嘛的 其實腮粉器的構造 一般來說就是這三大構造 很簡單就是 下壺的壺身 還有腮網以及上蓋 大部分的腮網器都是 分為這三個部分 萬變不離其中 那一般來說呢我們把腮網 放到壺身裡面以後 然後在裡面磨完粉直接 浸到我們的腮網裡面 然後蓋上蓋子以後 然後左右搖晃 就可以把比較細的 細粉呢 藉由腮網然後落到我們的 這個壺身裡面 但是大家特別注意 因為細粉 其實它也是風味的來源之一 而且因為它很細 所以它的萃取風味 溶解速度是很快的 所以呢你如果把細粉 全部都篩完的話 你的風味很有可能會很呆板 就沒有什麼味道 所以呢 塞細粉是可以的 但是不要過分塞 大概在塞 5%左右 是學長比較建議的比例 實際上在使用的話 很簡單就是你大概用20克的粉 然後呢在左右塞 大約這樣子搖30下左右 會塞掉1克左右的粉 那大概就是5%左右 這樣的的塞粉比例 是比較正常的 那特別要注意的部分就是 塞粉器你不要上下搖 上下搖的效果非常的爛 基本上搖不出什麼粉 你要左右搖 這樣1234 這樣搖就算一下 這樣搖30下左右 就是1公克的粉 那如果你還是覺得你的風味很雜 你當然可以再搖40下或50下 那你的細粉量呢 就會藉由你的搖晃呢 來做控制 那實際上應用上面呢 就要分兩個思考邏輯了 第一個就是 我細粉塞完以後呢 我讓它氣質不用的 這是第一種邏輯 那假設呢 我今天水分比是1比15 我最終是要用20克的粉 然後配300cc的水的話 那我裡面呢 就應該要秤21克的粉 然後呢 塞完30下以後呢 我的下壺裡面呢 會有一公克的粉 但實際沖煮的粉呢 是塞完裡面的20克 好 這個就是 不把細粉呢 補回去的做法 但是如果呢 你是要用分粉沖煮法 就是你的細粉最終呢 還是會回到你的濾杯裡面的話 那就不用多那一克了 就直接20克 然後搖30下以後呢 19克 在塞往裡面 1克呢 在這個 糊生裡面 然後呢 最後的部分呢 我們再把細粉補到濾杯裡面 就可以了 OK 那我們現在就來測試一下 我們就是搖晃的次數 跟克數的關係 那我們先加20克的粉 然後我們磨小富士磨豆機 小富士鬼尺 鬼尺的細粉 雖然是比較少了 但是我們可以來試試看 可能是20.1 好 那我們來測一下 好 我們把下壺的這個歸零以後 來開始研磨 然後這是我們的粉 那我們來搖晃一下 搖30下 1 2 3 4 5 6 6 7 就是 OK 30下以後 OK 然後使用好以後呢 稍微這樣子輕輕的 讓你的細粉呢 落在你的 下杯裡面 拿起來 可以看到 1.0 OK 所以差不多 只要30下 左右呢 大概就是 1克左右的細粉 會落在我們的 糊生裡面 那裡面呢 塞網裡面 就是大概是19克 那這樣子呢 我們就可以使用 分粉法來做沖煮 那我們剛開始呢 先把這個 19克的粉呢 倒到我的 濾杯裡面 然後你的沖法呢 跟你平常的 習慣用沖法都可以 譬如說你平常喜歡用 軸心注水 或是用單點注水 都沒關係 重點就是 最後一段的時候呢 我最後一段要注水的時候 才把我們的細粉放進去 所以要分成兩段 那我今天會使用的是 推粉法 因為推粉法的後半段 是比較浸泡的 所以呢 就很能夠凸顯說 細粉 加在最後面的時候 的口感變化 那這個手法呢 因為 剛開始我把細粉 已經過濾出來了 在這裡面 所以呢 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比較長的時間 基本上是細粉比較少的 所以呢你的口感 是比較容易乾淨 比較不會有苦澀感 所以可以減少一些不乾淨 苦澀的問題 但是最後呢 我會把細粉補進去 把口感跟細節呢 再補一點點進到 我的濾杯裡面 就不會很空 不會沒有味道 所以這個手法本身呢 就是利用粉 它不同的濾鏡 然後會有不同的萃取效果 不同的萃取速率 而做的一種搭配組合 OK 好我們隨味要90度 然後裡面是19克的粉 然後我們一樣 要沖300cc 所以我們剛開始 是一樣的 現在做悶蒸 好 悶蒸中間 1 2 3 繞兩圈 回中間 40克左右 好 然後你的細粉呢 我們先放到邊邊 準備著 待會最後一段的時候 才要用 太早放的話 你的細粉 很容易出苦澀味 所以呢你也不要太早放 你是最後一段的時候 可能最後50C次的時候 才放進去 基本上都是安全的 那你的細粉跟 在你的濾杯的時間 可能不要超過30秒 基本上都會蠻好喝的 好 然後呢 分枕時間到了 準備給 推粉的部分 我們推粉推到 180 好 中間泡泡起來以後呢 把粉呢 往外圍推 用中水 推到最外圍 再回中間 大約到180左右 好 180 好這一段呢 都跟我們平常的沖煮都是一樣的 當然你在家裡面 你可以用你習慣的沖煮法 做這一段 然後沒有一定要用推粉法 因為這個 粉粉沖煮法呢 其實 它沒有局限一定要用什麼手法 但重點就在一次 你的細粉 要在最後最後的部分呢 才加進去 這樣基本上就是安全的 OK 好 然後等到第一段流完的時候 我會給兩段 淹水的手法 繞圈圈淹水的手法 但第一段呢 我們也不要加 我們的細粉 容易有苦澀味 OK 現在180了 我們再給60cc 好 中間給久一點 讓中間的空氣翻出來以後呢 再往外繞 好 一直給到240 好 240 這一段也不要加細粉 這一段呢 也等到水全部流完 最後一段 等到這一段水流完 最後一段我們再來加細粉 好 所以我們可以準備要加細粉 這段水快流完了 好 細粉來這邊 好 流完的瞬間 把粉倒下去 然後呢 跟剛剛的做法一樣 中間給水 然後呢 不要管細粉 你就一樣的做法 剛剛怎麼做就怎麼做 然後呢 順順的 往外繞 讓細粉吃到水裡面 就可以了 不用特別去沖細粉 就當做細粉跟一般粉是一樣的 那在最後的這 5-60cc的水裡面 你的細粉呢 就會 在最後這一節水裡面進行萃取 所以呢 它會佔你整體劑量 大概只有五分之一 六分之一左右 但是呢 就因為這一點點的劑量呢 可以讓你的豐富度增加 不會那麼空白 會有更多的味道 但是同時呢 又不會有過脆的問題 因為如果太早放的話 細粉又泡太久的時間 又回復到 還沒有塞細粉之前一樣的狀況 所以那就沒有意義了 所以我們就控制到最後一節水 我們再來加細粉的這種做法 就是分粉法的核心重點 所以無論你前面用的是什麼手法 這個核心重點一定要記住 OK 完成了 我們來試喝分粉法 乾淨度是相當不錯的 因為我們把細粉塞掉以後 其實在很長的大概兩分多鐘的萃取時間之中 我們是沒有太多細粉的 但是呢 因為我們最後還有加細粉 所以最後五六十CC的部分 還是補了一點點風味進我們的下壺裡面 所以就不用擔心說 你會風味不足的問題 如果你用的是小飛馬磨豆機 或者是小富士平刀 它的細粉是比較多的 或者是一些入門款的手搖磨豆機 它的細粉都比較多的情況之下 用這個手法呢 可以讓你保持乾淨 同時保有風味 是一個很好的手法 那接下來我們來示範第二種手法就是 我們不把細粉補回去的 很單純的過篩的手法 現在你篩網裡面呢 有二十克 然後呢 我的粉杯裡面呢 一克 那粉杯裡面呢 我們今天不要用了 我們就純粹只用篩網裡面 已經 細粉比較低的粉 好 把它拍乾淨 那大家不用擔心說 塞掉一克的粉以後 會不會就沒有細粉 其實 不會啦 因為細粉的量 其實 如果你是用平價的 家用機的話 細粉量其實不少 認真塞可以塞到兩克多 甚至三克的細粉 所以其實裡面還是有 含一部分的細粉 不用太擔心 所以裡面二十克 好 我們一樣專門針 好 一 二 三 三 繞兩 圈 回中間 但是 因為你細粉 的比例變低了一點 一般來說 在充足的情況之下 你可能會覺得 堵塞的 狀況 比較改善 然後苦澀味呢 也會比較改善 然後雜味會比較改善 那這都是好現象 那我們可以稍微調整一下 細粉的比例 就是可以讓自己充足的難度呢 會降低 但是也不要過度 過度使用 因為過度使用 沒有味道也是沒什麼意思 買咖啡豆就是為了有風味 所以呢 還是要適度的使用 好第二段 我們中間 一樣做推粉法 跟剛剛的做法是一樣的 我們一樣推到180cc 空氣出來以後呢 順著 我的粉層呢 往外推 推到180cc 好 180cc 然後後面兩次呢 跟剛剛是一樣的 就是各60cc 分兩段給水 好 可以看到這次 我們塞過粉以後呢 流速上面呢 其實還蠻順的 我給這麼多的水 但是排水的速度 是很順暢的 那就是塞完以後呢 還是可以有效的改善一下 你的粉的狀態 好 還有兩次齁 一次給六 中間 給下去 等到空氣翻出來的時候 拆往外繞 不要太照往外繞 給60cc 好可以看到 我們 即使是 第二次給水 第三次給水 排數還是很正常的 然後不用再加細粉 加細粉的話 整體的風味會過頭 不要再加細粉 因為我裡面的克數 是正常的20克 不用再加細粉 好 最後一次 給水 中間 先慢一點再往外繞 不要太急 給到300cc OK 300cc 這個就是過篩的 沖煮法 一個是分粉法 一個是過篩的沖煮法 那當然 兩種手法呢 會有一點不一樣 因為你加了分粉法呢 它就尾巴會多了一點點 複雜度 但是是 蠻清爽蠻乾淨的 那兩種呢 都是很適合的應用 都是適合你搭配 所以塞粉器的應用 都是好喝的喔 所以你就可以搭配你自己 比較喜歡的手法 來做使用囉 好 我們來喝一下 好 這個是 過篩的沖煮法 過篩了以後呢 它的乾淨度呢 比分粉的再高一點點 但是 兩杯呢 其實都算是乾淨的 然後 分粉的 會再多一點點的尾巴 尾韻會再明顯一點點 這個就會比較清淡一點點 尤其是你在使用比較平價的 然後均勻度比較不好的 加用器材的時候 這個選擇呢 就是很便宜 而且呢 可以明確改善 品質的一種好方法囉 好 那我們今天的塞粉器的應用 包括 分粉沖煮法 和過篩沖煮法 兩種沖煮法 就示範到這邊囉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 歡迎在底下留言 學長呢 會來為大家做簡單囉 那影片就到此結束 謝謝大家 掰掰